呛呛三人行 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谈刮农呢 还是该谈这个东兴 就是这个 这个人33岁 东兴这个闯到寄生局 闯到寄生局 拿这个刀啊 50公分 我觉得像是一种柴刀 说他这种刀啊 砍几刀就能把这个碗口粗的这个树啊 给砍断 拿这么一把刀 上了这个寄生局 二死四伤 其中一个女的 好像是计生计划生育副局长 他拿这个左手挡吧 你想他多大劲 一刀左手就砍断了 砍断 然后现在讲 这叫有句话 精神病人思路广 弱智儿童欢乐多 就说他是精神病 疾病这个史 有这个精神病 发病史 最早的传说呀 现在很多事都还在调查 最早的传说是 像是莫言小说里写的情节 就是说他老婆给强制的抓去银产 结果孩子大人都死了 这是最早的谣传 但是呢 实际上呢 实际上呢 他什么原因呢 除了精神病以外 实际上不知道什么 你问我 我问公安局去啊 那我也不是正在调查啊 他的继生委 那他肯定是跟计划生育 这是有点关系了 他是还是毫无关系 随便 毫无目的的 听说是有 是吧 我记得看到说 还是有关系的 跟计划生育 而且他这个人是有超生的 是吧 有超生 没有交社会抚养费 他是一男几女啊 就是这种啊 在民间的很多很多 就是你看先后生育 一男三女啊 没有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 现在很多名人也没叫他 是吧 所以哎 就是正在调查啊 现在正在调查 你不知道什么原因 可是你不觉得 这个这个 我昨天说图穷匕首线呢 这个拿刀 几年前出现过一阵新闻 这个这个涌 涌动 那个时候更恐怖 你记得吗 就是 那个他们叫五疯子 拿着刀往幼儿园里去砍孩子 三年前 一连团 两三年前 对 到后来我们电视台都得到通知 这个事情媒体啊 我们应该有个公约 不敢再报道了 这中国都到这个程度 那个时候 我记得 就是说你再说呀 不定哪 模仿范多 模仿范多 砍的是孩子啊 现在 很大远 所以那个北京机场的爆炸案的那个事情讲的时候 我其实就隐隐有一种感觉 就就事论事呢 那个人挺值得同情的 但是他们去调查他的整个事件啊 是因为他在机场闹了那么一个大的事情 那反过来说 那反过来说 如果一个人 他因为他做了这个事情 他们就对他以前的冤情就特别重视的话 那不是隐含那个危险 就是很多人走投无度论也这么去做嘛 对啊 所以这里面有个 就是觉得蛮可怕的一个危险 但是呢 这个草根网民们碰见这种说法啊 这往往还是就是这种 就说是有一些评论者 所谓理性思维去这么想问题 但是我就发现 他们在网上也有经常对这种说法 有一种反驳 就是说 哎 徐子冬 你跟他们模仿一个 比如说该让你当大学校长 愣没让你当 你去自焚一个给我看看 你去效仿一个给我看看 那是要拿命来换的 那么那么他们就会觉得 能拿命 自己不要命的这个人 他不是给逼到一定 程度 或者不是到 到就像昨天我说的 生不由死 他又怎么会不惜这条命 你看这又是一种观念 这又是一种观念 不过这里面现在有种恶性循环 嗯 这个恶性循环是什么呢 就是一方面 就是很多要维权的人 很多要上访的人 有冤情的人 有诉求的人 他觉得不诉诸一个激烈的行动主张的话 也不起注意 当局不管我 那么 反过来呢 地方政府或者很多部门 他们的做法是怎么样 他们做法是尽量 他们所谓维稳 有时候实际上操作有很多种不同的类型 其中有类型就是 不要出事 我这个地方 我管这片 或者我这个领域 不要出事 出事的话会影响我们这个部门的形象 会影响我们官员的仕途 所以尽量不要出事 所以一旦有人来闹 小闹的话呢 他们也有时候呢 就能解决就解决 不解决也就尽量把他弄到一边去 别让他闹出事 但是如果对方 闹大一点的话 他们有时候会很奇怪 会反过来 不分青红皂白的 就来给你赔偿 你该怎么办 你要什么 我就给你什么 也有的 就有时候也遇过一些地方 真的是 只不过是私人纠纷嘛 就比如说一些业主 说这个物业管理公司 跟他们有纠纷 结果物业把这个水停了 没水喝了 结果怎么办 结果地方部门呢 出动消防车送水去 那本来是不关他们的事的 就是因为他们要稳住这个局面 那么当这种状况 也形成之后 他也等于告诉给大家 其实政府很怕事 你不闹呢 你要是闹一闹 我赶紧的就给你处理好 所以也会有这样的逻辑 是双方都有一种反向的逻辑 而这个反向呢 变成了一种不好的互动 其实香港也有 我们大学 就像你讲 大学里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比方说同样 这个人写了五本中文书 那个人只写了一本英文书 但是先生那个一本英文书的 那有很多香港很多的老师啊 海外回来老师就值得不公平 就算了 他们觉得这种事情讲也不好意思 但也有些老师呢 他就去闹 他就去找校长啊 写信给各种各样啊 就把这个材料弹开来啊 闹 闹了多少有点好处呢 下一年呢 评论呢 从评 他这一年不会翻 但是下一年评的时候呢 对这个人就会多注意一点 因为至少他的声音被听见了 当然这个事情跟我们讲 这个暴力事件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事情 但是他中间有相同的地方 就你以前说的 就不冒就不管 会哭的孩子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但是呢 你知道这个会哭的孩子啊 或者说就是像 像这种激烈这个手段的人啊 他不管媒体报多少啊 他毕竟是极少数 对吧 这是极少数啊 不可能是大多数 但是你知道我最近觉得啊 这个现代化 咱们老提什么现代化 中国梦啊 其实我觉得现代化的一个标准呢 是多数慢慢不聊了 越来越多的聊少数 甚至是聊个人 就是我觉得这是越来越文明的一个情况 而且你看啊 咱从世界大事讲 美国碰到这个问题 从国内形势讲 中国政府碰到这个问题 是碰到什么问题了 碰到极少数的问题 过去我们老爱用一种大多数主流宏观 去把握世界潮流 这方面老毛最在行 对吧 但是呢 现在你看 情况不一样了 美国突然发现了大炮打蚊子 拉登也是极少数啊 对吧 这些个基地组织 也是极少数 甚至波士顿爆炸的那 那俩孩子 那更是极少数 可是你看 这极少数啊 老鼠翻大 搏大象 它能够让你这个社会 这个这个发生非常大的动乱 好 你看中国现在的问题也是啊 出现这些事情 特别是你有了这个网络社会啊 微博社会 微信社会之后啊 一个人 你觉不觉得他能顶当年的一支军队 你就说这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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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性事件 传播开来之后 他对人心的这个影响 我觉得抵得过当年的一个局部战争 那你看这但这个就说明了一个什么 尤其对中国来说啊 我觉得特别难办的就是啊 我们现在对这个少数人呢 这个社会是经常是遗弃的 忘记的 或者说完全就是照顾不到的 比方说计划生育 这个这个这次广西就计生局 咱不知道他是不是超生啊 但是我就由此而想起来说 我们中国计划生育还说是为世界做了贡献 可是呢 在这个里面受伤害的无数个这种少数个案 对你来讲 对社会学家来讲是少数 对他来讲 那可能就是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就你这句话就很说明问题 你说了 刚才说了就叫无数个少数 那再说明什么 那说明这个少数 其实有大多数 不是说大多数啊 有很多很多的数量都有潜在的问题 所以他不是少数 我这个事情 波士顿爆炸案也好 这个事情也好 之所以大家公众关注 两个原因 一是大家普遍害怕 因为如果有人可以随意杀陌生人的话 他可能明天你都会碰到 你毫无理由的 你坐在一个厦门的那个纵火案 那每个坐上巴士的人都在想 我这个车上会不会有一个也有冤案的人 那我今天所以虽然是极个别的事件 但是他可能威胁大多数的人 这是一个 第二 他的冤情又更不在少数 你不讲继身为也好 城管打人也好 各种各样的这种 这种不公平的司法 那又是多数 所以你讲的是少数 其实是多数的潜在的可能 从另一方面来看 其实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国家的逻辑 在对付这种事情的时候 他是怎么办的 他的一个逻辑方向是什么 每回发生这些恶性的事件 这种东西 官方部门的讲法 或者官方媒体的讲法 总是说这是极个别的事件 就是极少数的事件 那么为什么要这么谈呢 当然就是为了强调大局还是很好的 我们现在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中 这些都是极少数的事情 OK 但是这个讲法似乎想pay down 就是说把这个事情的意义减低一点 让它显得没有那么恶性 但实际上呢 你刚刚讲的一个极少数的重视里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 有时候为什么我们要重视少数的事情 不只是因为少数的人 他的杀伤力可以很大 而且是因为这些少数 有时候是一个个案 你能够看出一些潜在的社会的机理的问题 看在一些文化上面潜伏的东西 是透过一个个案来看的 那所以他们一方面是喜欢强调 这些个案都不重要 这些个案是极少数 但是另一方面很有趣 它在另一方面是完全相反的 你知道我们国家的这些安全部门 包括公安的 他们办案的时候 他们办案方向是怎么办 他们通常或者是政府 一碰到这种事情 包括社会啊 或者怎么样 他们很本能的想要诉诸的逻辑是 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组织 就他其实另一方面又不相信少数 你刚刚讲的是个体的力量 但是中国我们几十年来 传统的政治思维 使得我们在思考 很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想 他是不是有什么组织 他背后有什么人 他常常联系谁 他跟看什么东西 他在什么网上泡 那些